低防 内肝脏有癌皮肤先知胃癌血糖一、黑脊皮症表现为颈、液窝、会阴、脊部等处出现对称性黑色素沉着,举部皮肤呈现角质增生,并变范为广泛 黑脊皮病分为不半内脏肿瘤的良性黑脊皮病和肠与内脏腺癌相关的恶性黑脊皮病 恶性黑脊皮病恶性黑脊皮病几乎均与内脏肿瘤相关 约60%病皮肤症状与内脏恶性程度同步进展,约20%病皮肤症状先于恶性肿瘤数年,约20%病恶性肿瘤是原发的,皮肤症是即发的 这种副肿瘤综合征的皮肤表现通常在成发生 皮肤症状常在肿瘤去除后消退 约60%病发现有胃腺癌,其他腹部肿瘤30%,腹部以外肿瘤约10%,可见于胰腺,胆囊,肠,食管,或肺部肿瘤 一般来讲,肿瘤恶性程度较高,经常短期内置死亡 如果颈,液瘤,会因,其部等处出现对称性黑色素沉着,举部皮肤呈现角质增生的状况,应及早就医,追查患者是否有消化到肿瘤,尤其是胃癌,以免延误病情 二,皮肤红红斑点的情况很多,网清理说可能是普通的皮炎,湿疹,重一点可能比较严重,比如红斑狼疮,但是红斑狼疮是成片出现的,而且是全身 如果开始表现为红斑丘诊,成离心性扩大,中央逐渐消退,分布于躯干,尤其是臀部,扫痒显著 这可能是女癌,肝癌的外在表现 另一种胃扑形性回撞红斑,成目纹形,可移动且形态变化快,并有明显扫痒,多胃癌,肺癌,头颈部恶性肿瘤等的合并症 三,皮肤扫痒中老年扫痒正好发于空气干燥的季节 典型表现是在手臂,大腿,小腿,腰腹部,后背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扫痒 其中双小腿进前和后背的扫痒最为明显,皮肤上则看不到红斑,丘诊,斑块,风团等原发皮损 这是由于皮肤是体接触外部环境最广的器官,容易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 一般来说,正常的皮肤适应环境变化大概需要两周左右 而中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性激素水平下降 随之皮肤分泌功能下降,他们的皮肤适应环境变化需要更长的时间 气候干燥的季节,皮脂腺和汗腺的分泌功能进一步下降 导致皮肤干燥,引发燥痒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皮肤燥痒,我们一般都不觉得那是什么大病,可能就是皮肤太干燥了而已 其实皮肤干燥,问题很严重,可能是激素障碍,糖尿病,肝病或肾衰竭 其原胸还有可能是肿瘤 一些癌症,肿瘤的外在表现,全身皮肤起痒难忍 这适合结晶式病,白血病,骨髓流等许多恶性肿瘤的共有症状 4. 带状泡疹性皮损 日本学者在医学文献中报告 癌症患者中约有12%的会合并带状泡疹皮损 年老者更高,51岁以上的带状泡疹病和病癌肿达18% 所合并的恶性肿瘤以淋巴系统恶性肿瘤为最多 罹患有胃癌、肺癌、肠癌、前癌、食管癌等也会有此类病症伴随 合并有内脏癌肿的带状泡疹有其特殊的表现 一般的带状泡疹和恶性肿瘤合并的这种泡疹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的带状泡疹大多局限于身体的一侧,并且是终生免疫的 而恶性肿瘤合并的这种泡疹为全身散在性分布,并且经常反复发作 恶性肿瘤病如发生带状泡疹,愈后多半不良 五、多发性老油坠皮肤油坠,是指皮肤表面的小坠生物而言 可发于身体各部位,小如薯米,大如黄豆,表面光滑或粗糙 形如帽针头,或花蕊,成正常肤色,或黄白色 老年油,专业上称之为知异性脚化 是因角质形成细胞成熟持缓所致的一种良性肿瘤 可能为一种皮肤老化现象,年龄越大越常见 老年油病因至今尚未明确 但需要注意的是,突然出现的油坠,急速增大增多 同时伴有臊氧时,和病内脏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很大 约二分之一未消化到癌瘤,其中未癌占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最好及时就医,以确定病情 六,游走性静脉炎静脉部位出现红肿痛症状 以游走位特点,一般二到三周后减轻,但可反复发作后形成节节 合并的肿瘤以胰腺癌,特别是胰体和胰尾癌未多 胰腺癌的临床减出率低,游走性血栓性静脉炎是诊断该癌肿的一个重要线索 35岁以上的,如发生有走性血栓性静脉炎时,因疑及疑腺癌,及时进行诊治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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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